大家好 欢迎观看真观点之笑看新闻 我是真飞 华为在内外交困之际又燃起一把大火 背后可能有什么猫蜜 台湾海峡密集军演会不会擦枪走火 两个华人左右中美关系大事 习总川爷 两位主帅 谁该清军策 9月25号华为广东东莞松三湖 研发基地的一栋大楼突然起火 大火烧了两三个小时才扑灭 据悉迄今已经发现了三名死者 今年对华为来说真的是流年不利 外部美帝的制裁一波紧接着一波 现在又发生了火灾 东莞松三湖高新区管委会发布通报称 这是华为的一个在建工地起火 但是帮华为干活的大巴司机送早餐的员工 都说是华为的实验室遭火了 咱国内也经常是这样 官方和民间两种不同的说法 您相信哪个呢 目前当局对火灾的起因尚无明确说法 有网友表示这么重大的事件 一定要调查清楚 希望别什么都不说 更有网友脑洞大开 今年国内频频穿出粮食危机之后 上级一发通知要检查粮库 各地粮库就不约而同的火灾四起 这一次华为研发基地起火 是不是背后也有类似的引擎呢 中国每年花费3000多亿美元进口芯片 从去年开始 美国的制裁措施越来越严厉 中国不甘愿被美的卡脖子吗 仅今年就立即投资14000亿人民币 据悉下一个五年计划 中国将会再赤资1.4万亿美元用于芯片产业 对于发展芯片产业的重视程度 真的是不亚于当年制造原子弹了 各地为了开好政策的油 雨后春省般的上马了数亿万计的芯片企业 但造星大跃进却出师不利 多以烂尾收场 以武汉红星半导体有限公司为例 成立三年 作为武汉的明星项目 武汉红星两期投资达到1200多亿人民币 投资方不仅邀请台积电创始人 张周谋的着膀右臂 还迅速召集了一批自身半导体技术人才 除了资金和人才 红星还买到了国内唯一一台 价值7000万美元的 能生产7纳米的核心设备 曾经公司也立下豪言状语 要建成14纳米和7纳米的逻辑工艺生产线 每个月的总产能达到3万片 要知道现在中国的芯片龙头 中芯国际 也只能够量产14纳米的芯片 相比之下 红星好厉害 结果今年8月 红星爆出资金链断裂 1000多亿的投资资金 只到位了100多亿 就连引以为傲的高端光客机 也被拿去银行抵押 填补缺口了 外围施工确实是停下来了 大门紧闭 这个应该是三层楼吧 这里面好像有看到日光灯亮着 证明里面要么有人 要么还在工作什么的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魏绍军表示 全民一窝蜂的大搞芯片 凭着一种激情来发展产业 成功的概率不会大 新闻网友嘲讽到 做芯片又不是做包子 哪有那么简单 确实不简单 这不马上就网友手把手的 来教你做芯片了 这位陈伟红网友说 其实强国做晶圆 只需要沙摩机 商标烈印机 苹果旧手机 14纳米晶片就有了 我真是太聪明了 哇哦 我们的网友 真的是卧虎藏龙啊 有没有看到 灵猫换太子这一招 可是用的好 十年一觉强国梦 这位网友网名字太长 我就先不念了 说芯片是工艺技术 不是科学 工艺技术没法偷 它需要人才 就好像毕加索的话 只有毕加索画的出来 嗯 原来如此 这个比喻我是看懂了 就是当国胸有大志 却无用武之地啊 这位厉害了胡说八道 网友说 难不成习近平为了个芯片 要包办从上游的晶圆 材料 精密机械 化学材料 设备 IC制造的一切全包吗 天才精品 嗯 我只看到了最后一句 夸我们习总是个天才 网友都是技术流评论 可是越来越专业了 近来中国在东部海域 密集举行军事演习 解放军军纪这周连续4天 进入台湾防控识别区 上周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湾海下进行实战化军演 两天内派出30多架次军机接近台湾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更是明确否认海峡中线的存在 要知道在过去 两岸基本上都遵守不愉悦海峡中线的默契 和平维系了70多年 现在解放军军机绕台 越过海峡中线已成常态 台湾也不断的采取行动回应 台海局势剑拔弩张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会不会擦枪走火 后果又会怎么样呢 美国五角大楼主管中国事务的一名发言人 周五警告 即使没有胜算 中国方面仍然可能对台湾动物 另外也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 中国在这个地区的行为越来越多多逼人 发生意外冲突的忧虑再增加 后果也难以力量 我觉得虽然现在北京的行动很是挑衅 但真正发生擦枪走火的概率微乎其微 以环球时报为例 一方面可是强硬表态 为提升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喝彩 另外一方面却有多次强调 中国不打第一枪的立场 因为这后续效益可是太大了 对付台湾的后面 就是要面对美国了 首先这各方的军事能力如何 大家如果有问号的自己打在心里就好了 那现在北京方面 其实已经走到了武力威胁这一步 接下来就是真正动武了吧 如果开战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形呢 台湾军事的能力到底如何呢 一用台湾专家的话说 从硬体防御而言 每年的汉光演习就是在练习抵御对岸发过来的 第一波千枚导弹 做到第一波不被打碳 指挥系统仍旧能够运作 硬体上国防势力尚能反击 那么如果台湾国军挺住了第一波的打击 美国会不会插手营救啊 马英九前几天说美军根本不可能来 也有不少的专家说美国可是一定会介入的 你怎么看呢留言告诉我 我是觉得美国会插手 自由时报昨天报导 两架美军B1B轰炸机啊 就被发现朝台湾方向飞行 未来很可能会到达东海或南海 微博网友浪里444说 中国炮弹是快乐筒一发一个快乐 这怎么听着这么没有杀伤力啊 杨先生初期说台湾应该停止出售中国芯片 哦想拿芯片威胁党国消停 柯先生挑衅到哪花那么多钱 演给自己的韭菜看哦 有种射过来啊 你过来啊 哎呦是台湾朋友 演给韭菜们看嘛 是助长爱党情怀和味道奋战的信心嘛 林志明网友赶来就错啦 说搞错啦 是发射20颗飞弹才对 有时刻可是掉到墙内了 所以不算 啊真假 同样在昨天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 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进行了首次电话会谈 外界关注的日方是否会再次邀请习总访日的事 菅义伟根本没有提起 菅义伟表示电话中他跟习总就寻求高层接触 促进地区和国际稳定达成一致 哎这几乎就是例行公事的客套话啦 类似咱们见面打个招呼 Hi Good day mate How are you? Good day mate Let's put another shrimp on the barbie 其实这并不意外 就在两人通话前几个小时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保守团结之会做出决议 要求取消邀请习近平以国兵身份访问日本 从香港国安法强行推出之后 日本就多次出现要求取消习近平来访的声音 理由除了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端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习总应对疫情蔓延承担责任 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之下 如果邀请习近平以国兵身份访日 会一笑大方 而在与习近平通话之前 菅义伟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过话了 菅义伟称川普总统在电话中说 如果发生任何事 可以在24小时随时打电话给他 哎呀这两相比较冷暖自知啊 晚千万里网友说 日本是放不下中国的市场 才会和土共有联系 嗯 没错 我们大国的市场嘛 就是要有大的样子 大国应该有大的样子 王王邦交国计算器说 习近平如果访日 必然带着庞大的经贸团队 那还不是我们习总一直努力的带领大国 实现着贸易全球化嘛 Steven担定的说 理解性通话而已 不要想的太多 别认真 认真你就输了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之后 美国两党在总统大选之前 多了一个重要的战役 就是是否由特朗普在11月3日大选之前 任命大法官 特朗普称会在周六提名大法官的人选 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之下 大法官可是很重要的 终身制不说了 有时更要由大法官一锤定音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被认为比总统都重要 当时2000年的美国大选 民主党戈尔和共和党小布什 在佛罗里达的选票有争议 就是最高法院的裁决 让小布什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如果川普的任命能够实现 最高法院保守派的法官 将会有6位 占绝对的优势 将会影响未来美国几十年 而现在民主党人因为疫情 力推邮寄投票 而特朗普认为 邮寄投票容易发生舞弊 坚决反对 特朗普最近还说 如果他败选 并且怀疑选局有问题的话 不一定会顺利交界总统的权利 如果特朗普不在大选前 任命第9名大法官 最高法院就可能会形成4对4的局面 而在面对关于选举结果的法律挑战时 就很容易僵持不下了 所以川普当然是要坚持在大选之前完成任命 而这也基本上没啥悬念了 总统提名的大法官 需要至少51票才能通过 而在向来反对特朗普的犹他州 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表态将不倒戈之后 共和党人已经保证了足够多的票数 23号 中国共产党的使敌之一 使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威斯康星州议会 又做了一个重磅的演讲 演讲当中不发惊人之语 包括纽约中领馆 是中共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主要中心 中共还有一大批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外交官 也在进行着间谍活动 继华裔藏族警察昂望之后 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特工被逮捕 还有美国正在审查 中美人民友好协会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这两个组织被认为在协调各类名目的 中共统战组织工作 其中还提到 中国的姐妹城市项目 是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控制的 统战项目之一 有意思的是 蓬佩奥尤其对咱习总的一些讲话做了翻译 8月习总在北京对一群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说 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企业 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 我们都要积极的开展合作 习总的话你怎么解读 我们看作为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原局长的蓬佩奥怎么翻译的 他说习近平知道美国政府正在推翻中国共产党以及其影响令 推翻 而地方政府很可能是有所突破的薄弱环节 所以就利用地方政府来规避打击 蓬佩奥还提醒在共产党的池点里合作开放 这些词跟正常社会的词不一样 真正的意思是指为共产党服务 而美国也是通过惨痛的教训才认识到这一点的 后来在那一系列的提醒 总统主席习说 实际上他评论的意思是 他的奉务 是把中国在不败的 不败的位置 他的话 不是我的 蓬佩奥在讲话中 也再一次区分了中共和中国人民 他说自己批评和揭露的是 中国共产党以及其领导层 而不是那些希望和平 繁荣和照顾家人的中国人民们 网友纷纷点赞蓬佩奥 哇哦 国务卿的解释 终于深刻理解了美国优先的深刻含义 在如今的美国政府中 有一个对中美关系举足轻重的华人 他就是美国国务院 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 在今日加拿大智库举办的香港问题研讨会上 余茂春说 香港的衰落对中共是一个巨大的信誉损失 中共承诺香港享有50年的高度自治 但他们却破坏了承诺 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不可信任 他还说在香港局势的危机关头 特朗普总统宁愿不要美中贸易协议 也要阻止中共暴力镇压香港 现在美国推行的是 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多边主义 一直敦促全球盟友 组成对抗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阵线 一开始盟友还不情愿 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盟友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个集体对抗中共的多边主义联盟正在形成 余茂春还指出 中共没有拥有共同价值观 可以信赖的真正盟友 前所未有的受到了孤立 余茂春称 听到习近平说中国是多边主义的拥护者时 感到很讽刺 这也反映出他缺乏自知之明 老毛网友温馨提醒说 要提醒美国政府重视余茂春和他家人的安全 土济没有底线 什么极端坏事都能干得出来 这位网友一解析到中共最擅长的一个事 中共说的词不是你理解的意思 要是按照常识去理解 就从根本上看错了中共 中共可以说是第一造词大党 第一扭曲词汇大党 恰好中文复杂的语义 让中共如虎添一 这总结就是反礼 除了美国的蓬佩奥和余茂春 还有一位大人物 我们今天也要特别提一下 就是被称为三朝国师的王沪宁 网上今日热传 王沪宁任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时写了一篇旧文 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 文中提到了三权分立 宪政改革 并指出文革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 应该反思这一场内乱 以防止灾难再次发生 王沪宁主管中共的文宣系统 这样的文章流传显然是他允许的 王沪宁被坊间称为三朝国妖 为中共三代党魁效力 政治嗅觉可是相当灵敏的 有评论认为 王沪宁可能意识到习近平目前处境不妙 这样做是示意中国共产党陷入当前的困境 可都与他无关 把责任都推给习近平 给自己留后路 作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最高主管 王沪宁操纵中国政策全面左转 文革气息很浓 习近平耳边全是歌功颂德之声 被捧得晕晕乎乎的 却不知道国师是在以低级红 高级黑的手段捧杀他 历史上当帝王身边出现了奸臣贼子时 往往会有忠勇之士站出来清君侧 像任志强这样的人虽然说的话不重听 但俗话说忠也逆耳嘛 诸葛亮在出世表中气泪苦劝厚助 流善咬亲贤臣远小人 我也真的希望习总身边 多一些像余茂春这样智慧忠勇的人辅佐 少一些王沪宁之流的奸命之徒 您说呢 留言告诉我吧 好啦 感谢您观看今天的真观点之笑看新闻 一定要有一个开心的周末哦 订阅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下周准时在新的节目当中相会啦